他们为保家卫国奔赴前方战场 他们用血弱之躯铸就新的长城 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 他们成就的是世界上最奇迹的口碑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时值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 影院上映了这部讲述靠美元朝的《金刚川》 昨天去影院看了片子 今天想和大家唠唠嗑 由于影片承载意义重大 所以评论将主要针对影片本身展开 看官老爷们还请亲拍转 先说关于影片的第一个结论 《金刚川》不是一部史实气质的优秀战争片 但是是一部成功的工业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涉及到影片的创作背景 影片诞生于中美对抗的大背景 是一个赶攻的项目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做出了这部有着相当水准的片子 由于制作周期有限 创作时必然受到诸多限制 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反映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 最高明的方式就是规避大的历史事件 转而截取战争中的小片段 用剑微支柱以小剑大的方式 去反映这场战争的核心特质 从这一点来看 主创团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影片截取的时间片段 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阶段 当时战争的情况是 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 尽显颓势 被迫和咱们协议 但是美队霸道已久 即使到了谈判桌上 也是能不讲理就不讲理 为了争取谈判主动权 我军主动朝联合国军发起了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京城战役 金刚川没有将焦点放在大的战局 而是将其放在了大战前夕的一次行军活动 战士们需要渡过大河 赶在明天清晨抵达主战场 装备上战尽优势的美军出动空军 对渡河的木桥展开狂轰滥炸 在这种极度恶劣的处境下 志愿军战士用他们钢铁般的意志 修复好木桥 完成了这次行军任务 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很简单 如何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支撑起一部长达122分钟的影片 这是对创作团队的又一重考验 金刚川的团队做得还不赖 他们将整个战局分解成三个不同的视角 分别从普通士兵的视角 美军飞行员的视角 以及炮兵的视角 绅士了这场战斗 士兵眼中看到的是 老美仗着装备优势实在太欺负人 飞行员眼中看到的是 汉不畏死的中国炮兵 和一只打不倒的奇迹之师 炮兵眼中看到的是 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以及那些需要他们用生命 去守护的战友 随着每次视角的切换 影片的情绪也会有所上扬 细心的观众应该会发现 影片中有少量重复石油的镜头 这些重复出现的镜头 应该是为了帮助观众 更好地捋清影片时间线 不过由于影片集中在同一战场 而且时间线相当于重复了三次 所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给观众带来一些审美疲劳 单猫的故事线让创作人员 不得不将很多笔墨放在情绪渲染 全篇节奏也因此而稍显松散 这些都是影片不经完美的地方 但是也不宜过分苛责 能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 制作出这样一部影片 说明咱们的电影工业 已经具备了惊人的生产效率 以及制作水平 底子已经有了 出佳作 应该是迟早的事 再来看看关于影片的第二个结论 金刚川是一部主题先行的电影 主题先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部影片是先确立了一个中心思想 然后围绕这一思想 编织出了整段故事 这个首先确立的思想就是影片最后一段 万千战士利用血肉之躯 在河面处立起一座人肉浮桥 让大部队得以成功渡河 前面一个多小时的铺垫 让最后这幕更显悲壮 也将志愿军的意志推到了顶峰 这个让人泪目的场面 其实也是整个朝鲜战争的缩影 在装备精良的美军面前 志愿军其实战尽了烈士 但是凭着一股保家卫国 不需牺牲的信念 志愿军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在朝鲜战场再次铸就起新的长城 是他们这道长城 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 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 很容易被诟病为假大空 太为光辉的英雄形象 也经常被苛责是缺少人性深度 但是艺术创作毕竟是不同于现实 现实可以有无数个维度 艺术创作则需要我们做出取舍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抓主要矛盾 搞创作最重要的是找到核心特质 金刚川所做的事情 就是提炼出抗美援朝的核心特质 然后将其浓缩为一幅精准的画像 影片细节上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是次要的 对于志愿军精神的准确谋写则是主要的 至于战争中具体的战术分析 那其实是军事专家的任务 用这个理由来苛责文艺工作者其实不太合适 以上两个结论并不是想说 金刚川是一部多么多么优秀的国产战争片 而是在考虑到影片的创作条件后 肯定了影片中做的好的一面 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你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自己的看法 和网友论一论这部影片的得与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